过去的专门契德海湾和香港仔的晨天就分别买楼 是不是真的买得很出色又不是 但是是不是买得很差又不是 契德海湾在那次买楼是买了60家 为什么说它买得不算特别差呢 因为整个契德其实有很多竞争 在那边有燕楼的维港一号 有惠德福的MQ 契德城中心的摩特克 还有一些二手减甲盘 其实它在那边卖到60家的成绩 是有点出负我预料 想不到是有点要买的 契德海湾开出的那口 应该觉得它再便宜一点 不过发泽商有它的定位 还有它的楼花期仍然有一段时间 所以它仍然可以继续买 晨天那边最主要就是香港仔 它都买了32家 不算特别差 还有它的车价在我角度是相当抵迷 如果你想起之前有个叫原案 在鸭利洲那边 它开的价格是离了普遍 这个晨天开的价格是非常贴地价 而且是比二手价还要便宜 它买32家 我觉得最主要不是因为价钱的问题 香港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略为偏少少的地方 买得进去的那些人通常都是那区的居民 或者常常买一间楼去收租工 它那边赤租租到15元的家 而且整个市场气氛都不算特别好 当然英网都请了一些嘉宾 就是他站下那些名称去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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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样东西就是贝德峰那边 就开始做一些特别的推销活动 计身比地市有钱赔之后 贝德峰都做了一个叫10800的Pan 赵祖先铸口腐 基本上你给两成酒期 最比较安静就可以进去住 那住一个比较长的 就是10800天 就是差不多三年 你才去成交上汇 变成来说叫减价 你不用去供楼 又有屋住 如果你提前成交 它会压外给多9%给你 就是一连3%这样计划 相当会计算的一个办事商 就是成交前就是以租药形式去交锁市 如果你中间不要的话 它就没收你所有订金 等于和贝德峰对赌将来的楼价就很齿 就是如果三年后 那个市场回去OK 如果三年后你觉得那个市场跌的话 你卖不较那20% 都挺有趣的 不能发展商有不同的开盘或者卖楼的策略 有些就演兜兜立即减给你 例如顺和就好像温收服 有些就叫事后回赠给你 就做好免价 当间其实也有一些传言 对我来说或者对新买家来说 最重要是款式或者整个程序很清晰 解释一下通透 买下去没什么负贵OK 现阶员其实很多楼都便宜了 尤其二售楼基本上愿意谈 愿意找 是一定找到些损资的东西 不过现阶段官网的人始终很多 还有报纸那边现在都是 哪里哪里的事象 哪里哪里的选手 都令到很多想入市的买家有点强迫 好